生育控制 堕胎和自殺 人可以依其條件 自由調整其家庭人口 但是堕胎是不正常的 佛教徒沒有理由反對控制生育 他們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古老 或現代的方法防止懷孕 有人說控制生育是違反上帝律法而反對他 這些人必須了解他們的觀點是不合理的 但是假使他們用任何方式去墮胎 那就錯了 因為涉及到拿吊或毀滅一個 看得到或看不到的生命 因此墮胎是不被允許的 按照佛教的教義 有五種要件構成第一殺生的違反 這五種要件必須一起聚足 才構成殺生的違反 這五種構成的要件是 一 必須是生命 二 知道這個生命是活的 三 有親恨或殺害之異 四 有殺的行為 五 假使因殺行而死亡 當女子懷孕了人 有一個生命在子宮裏面 就具備了第一個要件 兩個月後 她知道有一個新的生命在她的內部 這個就具足了第二個要件 以後因為一些理由或其他的關係 她想拿掉這個在她肚裏面的生命 她因此開始尋找打胎者來墮胎 這樣就構成了第三個要件 當打胎者做了這種工作之後 第四個要件就具足了 最後因為這種行為 將這個生命殺死了 如此 第五個要件都具足了 在這種情況下 按照佛教 這樣是違反了第一條界 好像沒有殺人 卻相當於殺了一個人 因此 墮胎可以確定是違背佛陀的教義 不是佛教徒所應該做的 事實上 沒有一個宗教教我們 說我們有權去拿掉另一個人的生命 在某種環境下 人們指圖自己的方便 而被迫做了這樣的事 但是他們不應該合理化墮胎 他們將受到某些惡業的授報 在某些國家裏面 墮胎是合法的 然而 他們不應該將宗教拉進去 這是世界性的問題 宗教的原則 決不影響人類的享受投降 宗教代表全人類的福祉 自殺 在任何環境之下 拿掉自己的生命 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錯誤 由於受到挫折或絕望而自殺 將會造成更重大的苦難 自殺是結束一個人生命問題的懦弱方式 假使一個人的心是純潔而鎮定的 他就不會去自殺了 假使一個人以混亂和挫敗感的心情 離開這個世界 他將得不到更好的因緣再生 自殺是一個不健全 不高明的行為 因為他的心裏充滿著貪 贈 賜 自殺者沒有學到如何面對他們的問題 如何面對生活的真相 如何適當地用心 這些人還未了解生命的本質 和世間的緣起 有些人以自認為普及而高貴的理由 去犧牲他們的生命 他們以制製自己的身體 飲壇自腸 及餓死的方式來送掉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行為 有可能被歸類為勇敢和有膽量 這種行為出於人們的盲信 從佛教的觀點看 這種行為不能夠抵消其果報 佛陀很清楚地指出 自殺的心境會導致更多的痛苦 所有的部份交易 和介持與預告 先請給我 宇宙